除了新冠疫情 雪兰俄州的手足口证病例也急剧增加 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三 雪州就通报了5346宗手足口证病例 尤其1亿州内的新增病例更是超越了警戒水平 雪州卫生局主任沙阿里透露 目前雪州境内已经发现了112个手足口证感染群 绝大部分是在托儿所幼儿园和日间看护中心 虽然目前没有传出死亡病例 但是每周病例已经超越了警戒线 为手足口证疫情拉响警报 手足口证是经由鼻腔粘液、唾液、水泡和粪便传播 7岁以下的儿童较容易感染 当局呼吁业者采取预防性措施 例如照顾环境卫生 妥善处理一次性尿布 确保儿童经常洗手等等 如果孩子出现症状 父母也别将他们带往公共场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